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呢 先生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半路看着几个人打架 我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打架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敬业呢 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你还别跟我来硬的 我告诉你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得看这几个女的把这场价打完 什么女的 几个呀好看吗 给我发位置我自己去取下 不投诉你了老弟 得音 我女朋友又莫名其妙生气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挺简单叙述一下案发经过 她说想喝奶茶 我就用美团点了她最喜欢喝的珍珠奶茶 加布丁 少糖 去冰 可她收到奶茶就不理我了 嗯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女朋友生气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一 为什么你不主动给我买奶茶 哎呀我开口才给我买奶茶 我想你给我买奶茶 但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想你给我买奶茶而买奶茶 而是因为你想给我买奶茶而买奶茶 明白吗 第二 为什么要少糖 你是嫌我胖了吗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嫌我胖的 第三 为什么要去冰 你不知道我现在不是生理期吗 我可以喝冰的 你连我的生理期都记不住 却记得你的甜女友最喜欢吃香菜 第四 你定吃前为什么不先问问我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自作主张自以为是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第五 这么冷的天 你为什么要给我点冰奶茶 你就不怕我感冒吗 你根本都不在乎我 第六 谁让你点外卖了 你就不能自己直接送过来吗 我根本不是想喝奶茶 我只是想见你啊 你就根本不想见我的吗 第七 为什么要用美团 你不知道我喜欢蓝色吗 你根本就不爱我 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你知道要怎么做了吗 啊 啊 啊 导音 看完不笑 我给蚂蚁配眼镜 等等 就有五百人之多呀 嗯 吓我一跳 那边差不多也有五百人 蛤 清清你学的戏言话吗 悠童 拜托你快出现吧 快出现了 你终于出现了 你快走 你快走 有人要抓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要出来 你都不要出来 你一定是有点毛病 哇 好有型啊 导音 你走